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文吗 原文我们微博上我拿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个财富老师 谢谢 我激动 对 而且说瘦了八斤 但我说不好意思没看出来 对对对 其实应该跟网友汇报一下体重是吧 那下次再出现的时候能不能瘦个五六斤的 主要最近这个国家呀国泰民安 财富兄你看你就胖了 你还是得关心一下这个国家也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就说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 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他们有人就是说腔腔三人行啊 我们经常被人亲切的称为坑坑三人行吗 对 所以我说今天当然我们要聊聊坑 而且我是河北人 就发现我们河北的这个大坑 对吧 这坑坑 哎 我觉得谁说我们河北那个没有湖啊 我17万平方米 那就是湖泊呀 只不过这个湖泊呢 说是在千金近海区那有一大坑 在河北那个廊坑那边 大城县 大城县 对 就有17万平米一坑 3万平米一坑 说一个像那个什么酱油 哎 一个像兰墨水 这坑跟湖还不太一样 这坑水老下不去 那湖吧 你还得经常会垫一个塑料膜膜 就怕他渗 这个他就是渗不下去 所以就很有意思 而且呢 这个里边啊 你看要不是说媒体发挥作用了吗 其实在媒体之前呢 最早咱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人呢 叫相春 哎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我觉得这人原来在部队里啊 当过狙击手 咱们看看这个相春 你看当过狙击手 然后呢 他当然的不太喜欢提他当年从军这段经历 但是他现在狙击什么目标呢 这就是一个重庆 一个民间的这个环保志愿者组织 但是他们得到那个老板们这些那个阿拉扇 阿拉扇S11那个那个的资金的支持 就是他就是说有一次坐火车 看见我们河北这个湖泊了 对吧 然后呢 就是用这个什么 无人机 无人机排下来 一上网 这这咱得说 现在政府反应真快啊 就这个东西上网的第二天 环保部派人就下去了 对吧 马上就是说查处 什么听说什么县长也撤了 环保局长也撤了 撤了一大堆 对吧 咱们可以看看这段无人机 看见之后做个感想啊 太残酷了 而且他放的就是他显成那个湖啊 他其实不止一年两年的事了 你会看出他实际上成特别成规模 而且应该是不断的有人往里倒 他不断的往下渗 不断的倒 我刚才说渗不下去呢 实际上指的是 他一直在不断的往里面倾注废水 所以他到底往下污染了多少米 他有没有到深层地下水 当然了在河北深层地下水 他现在已经污染不到了 因为太低了那个水位 你想象不到啊 打井能打多深 我看我们河北那一个那村民 就其实住在那个附近的 他怎么着呢 有打井的 打到八米深的井 这个洗手啊 手上都长小白点子 然后现在他们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家人 那就打多深呢 打360米深 对 360米深的井水 他用来洗衣服 但是那家人都不喝 喝他还是买两块钱一桶的 那个桶装水 打到300多米 怎么能给提上来呢 用什么 机井吗 是不是我不知道 现在就是我问我们村打机井啊 一个机井十万块钱 就是交地的那个 所以你十万块钱一定是基本上穿透 岩石层一直往下打去了 尤其像河北这个地方 每年往下降几米 降几米 就是像他 我觉得他有可能 以后得打到上千米的这个深度 但你说那个 那个几百米以下还不能喝 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 不是 我不敢说不能喝 我只是看到报道说 说那家人打360米深的井 但是他们不喝 也不喝这个井里边的水 有可能比如说味 你是劝他们喝 我是觉得 我是在想啊 这个往下渗透 已经渗得有多深了 这个真的是 过去就讲前人灾树 后人乘凉 我看了看这个 现在这中国的河北大地 也是前人挖坑 后人排酸 就是这个坑啊 是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 有是一个是开砖厂 一个是后来是淋肥厂啊 什么就晃肥厂 造纸厂 哎然后呢 就弄出了这么一个大坑 但是呢 这大坑到近两年来 又是什么呢 就是周边的这些污染企业啊 偷偷的往里排酸 倒这个酸 所以哎呦 这个颜色真是像那个 法国印象派的那个绘画 那叫一个斑斓 就是为什么治理很难呢 就是现在多种成分 非常复杂 哎 李京大记者 你看到什么了 这个其实我还真的是关注了 本来还是还是想跟同事商量 我们要不要派个记者去 但是因为最近赶着五一前 人手比较紧 就还犹豫 还没有还没有做 正好看着这个新闻 你知道我后来还注意了一下这个细节 他这个是也是说志愿者发现的吧 然后呢 现在你知道基层的这些领导们 要说起都得有快速反应 他也是马上反应了 说我们已经抓人了 说是这两个父子俩吧 说是说父子两个人 说13年就被抓起来 是他们那个对此事负责 然后后来呢 我一看 爸爸倒了三吨 儿子倒了三吨 然后我就看有网友讥讽啊 就是说按照他们每天的排放量 只得倒连续倒 每天这个像这个鱼工开山啊 你每天不停的工作 在工作十一年 才能把这大坑给倒满 就所以说确实是里面这个 不能把这个锅啊 让人家这个也俩背是吧 另外呢 里面还有一个细节 我也还是觉得 真的是太有太有普遍性了 他就说人现政府也很委屈 说我们当时还找了一个 有名的一个排污公司来处理 但是没处理好 没处理好呢 我们还跟他打官司 那然后呢 我就看这个细节 然后他那个说 找的这个排污公司呢 王又说 哎这很有名 这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 可能排污 就水污染处理的一个公司 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后来再一看呢 说这个完全是一个山寨版的 就等于是国际上 有一个大的有名的这个公司 然后国内有一个 就把人家名字给盗用了 盗用了 然后这个这个县呢 又完全不知道 就是找的是一个离鬼 你知道吗 然后说我 对对对 然后还付了很多钱给人家 说你也没给我治理好 就他没有打官司 就太荒诞了 这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是魔幻现实 你知道吗 对 你现在不是看那个人民名义 那个包子叫什么名来着 蔡成功 蔡成功 对对 你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事里边也有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这个魔幻现实主义 就是这个天津那边啊 还是河北这边啊 前两年呢 一个是花了三投资三千多万 一个是上千万 就是雇这个公司 你们清屋 结果清了半天呢 清就治理不了 后来是就是又有反复 据说曾经有一阵 某片水域 治理好了的标准 就是说你看有蛤蟆了啊 就是就跟这块行 但是过不了多段时间 又又污染 然后呢 我就想起那个大风厂 那个蔡成功那件 你们告我呀 你们告我 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避水源这个公司 最后就是用这个方法解的套 对 就是说哎 你政府你告我呀 一告我 这就咱就解了吗 对吧 我就退出了 我就我就 我就不能给你治理了 他没那个水平 在一个他实际上对土壤的这个治理 和这个水的治理是成本非常高的 我觉得他拿到的钱 根本就不足以让他把那片地给翻回来的 你比如至少要花好几个亿 就治那一片糊 那他根本就是 他可能只是换换水 但是呢 你如果是把薪水放进去 他原来的土 他原来那个土壤里边再反上来 跟原来基本上差不多的 你说这个还 这个就说真的是专家讲专家的 咱们这个文科生啊 就讲象征 我觉得这真是象征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 多层次的层累造成的工业废水的污染 你看最早化肥厂的时候 挖的这个坑就是排污的 对吧 然后呢 成了这个坑之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人们还能在里边游泳 就说这个坑 浅的地方有三米 深的地方能有八米十米那么深呢 然后呢 哎这个坑有一段时间 真的就成了这么一个 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 人们在这钓鱼 然后呢 你看又一波工业发展的潮流 排放的污染物也不一样了 到现在最毒的就排硫酸了 就是你像它这种颜色 它是降纲啊 这就而且渗透这个地下水 周围的农民说 那个玉米就是已经绝收了 根本没法种庄稼了 它是一层一层层累造成的工业污染的一个象征啊 它这个跟河北的产业升级有关系 我觉得 最早的时候就专厂 在全国范围内 包括就是华北啊 专厂这是致富的小产业主要手段 到后来实际上河北的整个产业布局 基本上就是以钢啊 以硫酸 以造纸啊 这之类的为主了 这是那些污染高的 逐渐的从中央地区往地方地区排 其实我觉得这个叫污染企业的迁移 也是排污的一个过程 就实际上把污染企业排到你们河北去了 我作为河北人 我也真是觉得 就是说 为什么老说我们河北呢 雾霾也说都是我们河北闹的 然后呢 我们河北人深受其害 对吧 这些这么大坑的污染 河北是一个坑 我一直说 中国最惨的两个省是山西河北 就是被坑了 就是被真正的被坑了 那边是挖煤挖出的大坑 这边是排污排出的大坑 所以我原来听的 说的是你们河南的段子 其实现在我明白了 应该按到我们河北 就是原来我听是河南的段子 就是河南那个火车啊 开起来是什么声音的 就是说 仔细一听是 然后又说火车逐渐加速开快了 谁都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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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是我们河北谁都坑谁都坑 像三人行 耐心耐心这个事 围柴动力凤凰大事也 特朗普成为奥巴马终结者 美国政坛为何上演斗法大战 草根与精英彻底分道扬镳 美国社会为何深陷阶层对抗 保守与叛逆 白人与黑人 共和党与民主党 愤怒由何处来 极化从何时起 倒破美国分裂根源与影响 美利坚分众国 星期一至五 奉务皇位去中安台 我用格力光伏多连机 节能繁宝 我用格力光伏离星期 不用电费 格力自主创造技术 建成绿色家园 我信赖格力 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照 We can live a new life Find a new road Get on the way 爱丽生 新生事 势在必得 心理天起点 更新世界最新动态 调分履息 精妙评论 陈藻准点 为您刷新观点 陈藻点评 星期一至五 凤凰位是中安台 对 坑谁 我觉得这个 这个叫一百步笑五十步 实际上 我们河南实际上 这个我觉得啊 污染的程度 现在没有河北那么厉害 贫困的程度 或者被吸血的程度 也没河北那么厉害 你没办法 你有北京天津 这两个巨大的体量 给这儿 其实扎着河北的根 你的水就被调走了 你的水库实际上也被调走了 原来这个命运水库 官厅水库里边有股份是河北的 也全给弄走了 我跟你说 我就作为河北人 你知道我有一个记忆 我觉得还不是近两年的事情 我们可能长期以来就让河北再付出一些代价 就是对 以至于我都不爱我的家乡 这片土地 当年我为什么考大学 我一定要去南方 你知道吗 北大我都不稀罕 当然也是分数也没达到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哎 我从小 在我的印象中 我就生活在一个灰色的地方 那就是连我记得十二庄的路灯都不是暖色的 这么 然后我就觉得每次 我在我们河北这边大地上走啊 那就真是就一种荒凉 七青 我我所以我就从小我就梦想着我想去南方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我考武汉大学 然后甚至难的还不够啊 我就要工作 我就要去广州坐火车一到广州火车站啊 我一看 我说哎呀 这个灯光都是暖色的 而且那种湿润的感觉 一直到今天我每次回家开车 被重新来是吧 对 我总觉得河北的土地这么丑陋呢 就是这一路过去啊 非土阳城 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 而且这个大地 这个连个山也是这种赖里头 被削掉了一半 你感觉就不润 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家乡 怎么这么不润 这个国家 不是这个省其实是被吸干了 就我有一个细节 我注意了一下 就是原来你们河北还种水稻的 后来又完成了这个产业革命 就是不种水稻种玉米了 为什么呢 说水库里的水全部上吊北京以后 水不够种水稻的 以后说政府发动老百姓 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种玉米 因为这玩意是可以在沙漠里面种的 你说沙漠我还跟你打听个事 这次他们一聊这个事啊 很多人都聊这个 说拿当年腾格里沙漠的污染什么直排事件 那是个什么事件 他是2014年的时候 是腾格里沙漠和另外一个沙漠 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工业废水的排污湖 面积呢 实际上比这一块还要大 所以就很多人把这两块的这个新闻来对比说 面积可能会差不多体量的 当时这个新京报的记者 特种兵也是特种兵出身的 狙击手 就是也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他的前队友爆料之类的 就是有反正有线人就带着去了这个腾格里沙漠的腹地 因为开车要开很长时间 他站到那之后 你远看瓦栏瓦栏的 就跟你因为沙漠里面像月牙湖一样的 你近看的时候就把人要熏死 就是拿着相机拍了之后 就是还要防着被人追 就是拿过来之后 就是这个新京报发了以后 听说就是习近平 就他们就批示 这些常委们都批示 就现在就那一块呢 又拨专款 把现在已经成了说 内蒙古风景最宜人的风景旅游区 这个事情发生的很近 就这么快就已经变成了 那你有时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河北这17万平方米 能不能变成著名的白洋店旅游区 呼吁一下 你们离这个雄安不太远吧 我觉得一定会 肯定会 因为那一片是要被辐射到的 不是这个问题 你看我看他们新京报写一社论 也就发现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问题 要不说就是复杂了 也不是说政府不重视 也不是说政府置若网文 甚至政府都治理了 拨专款找人了 但是呢 哎呦 弄了又病 病了又好 好了又病 它整个就是这么一个积累造成的结果 现在看来 我看见有个环保专家说 说这玩意儿要真要根治 像你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么快 我今天看到一个专家就讲 他是真的彻底变成好的 他说可能要几十年 会吗 因为我觉得腾格里沙漠是跟这个 可能不一样 对对它环境不一样 你像这个其实啊 像像我觉得像这个 这一次这个盛坑的事件 就是就是在一个主脉上 不断的繁衍出新的一个世界 那你像我们就做新闻 做多少年 不停的一会儿是土壤污染 葛污染 我就各种金属明明 可能都会听说过 就是他不停的在 在研发出一些新的事件 然后这次可能又是 比如说这个是是酸是吧 所以呢他这个情况 其实是很久很久了 然后因为水污染 他实际上去世 是他渗到地下的时间会更长 对 所以呢他的治理时间 治理成本会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 还会就是特别忧心忡忡的 你不是说你一棵植物长坏 你给它拔掉 你重新栽 你像特别土地污染 后来因为像我们以前做过 那个后来都不让做 就是说有的是说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什么机密问题 他就说你土地污染 有的时候都几十年 你可能土地污染 收回来东西都不能做 都不能吃 从危害严重程度 和这个治理难度上 不是有环保专家有排序吗 其实从下到上 就是我们吐槽最多的空气污染 是其实是最容易治理的 真的 水污染是其次的 水下边的土壤 是非常非常难的 土壤下边的地下水污染 是基本上是完全治不了的 这就是难度 跟他的坑后人的这种程度 从上到下越来越重的 这样的一个 像我们平时就也会经常 有一些读者来信 或者自如希望我们去关注 但有时候确实也比较难 因为比如说之前也有 我也有一些记者去做过 他是河北的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这样一个案例 他两个女儿都查出来 得了白血病 然后他就他就凭着直觉 他就认为是村里 自从来了一个造制厂之后 天天在那排污 气味也不好 但是呢拿不出证据 那你去找人家说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这个孩子是跟这个排污有关系的 他就天天晚上去取那个水样 去取水样 然后又说 人家就说你这个水样采的不合格 没有按照法律程去采 那他再去采呢 又会被那个自来水 或者排污场的人打 就完全就是 你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 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机制 所以弄得这些人呢 反倒在村民眼里 再什么成了一个神经病 就你何苦来呢 我们就搬走了 我们不去跟他较劲了 你在这去天天弄了 所以弄得家里人也不理解他 什么也不理解他 他呢 就问题就是说 你要是去诉讼法律呢 那法律说 你法院说 你有什么直接证据 能证明你孩子的病 跟这个水污染有关系 你这个很难了 因为这个你 从一个水源 到你最后产生病 它在中间有多少个链条 在去需要你去拿证据来 而且甚至这个附近 受污染的这个村民 他还拿这个污染啊 当成了个牟利的 对 你像那种父子俩就是嘛 那我给你倒一吨 我收多少钱 可是最后 你把这父子俩带着了呢 罚款五千块钱 居易五个月 那所以就说 当 就是我就说啊 几十年间 层叠造成的这个污染呢 当年的污染主体 已经倒闭了 可能 那开花飞厂 那哪去了 就是你 你找主没有 历史的债 约定属城那是一个坑 大家都觉得 你不能排到别墅去 你得排到这来 大家还挺有良知 其实把这个地方毁了 这我又想起了一个 我一直在想的 解不开的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那个 化工厂白血病 我们村也有一个白血病的 就是 它是在我们村的化工厂里边干活 而且他们没有这个防护装置 就是你像那个什么防毒面具啊 它会在那个洞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气体或者液体 他说往他一垢头上看 有什么东西 就摔那就晕过去 就中毒嘛 就是那肯定是有毒的气体 熏的 熏的 就是说人家会说 这个他的他的同学说 你傻呀 你怎么不戴口罩呢 其实口罩完全没用 我觉得 他当他就得了白血病 就跟这个化工厂就索赔啊 谈啊 然后这个政府呢 就给他这个 比如说给低保啊 给补助啊 给这些东西 那化工厂还在开着 那从另外一件事呢 是我有一个叔叔 他在他在他这个耕地上 盖了一个养兔子的一个小厂 其实很小 他就准备当个体户嘛 就直接被天上的卫星给看到了 说国土资源部看到了 从河南省下到我们那个市到村 直接给逮过去了 我就奇怪了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呃 污染的化工厂 我说这样的一个事件 实际上是不太有人管的 而这个耕地 他就为你侵占了大概那个半某耕地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抓起来 卫星都看见了 卫星都看见 我是觉得他可能就是你比如朱总理 曾经画过17亿亩耕地红线 谁碰红线都逮谁 哦 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我们对环保污染的 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画的红线是远不如对耕地 哦 反倒是咱们这17万平米呢 要靠这个民间志愿者的无人飞机 对 我看这个新闻 我就想这么大的面积 是通过一个偶然发现的 这太可怕了 说明什么 说明当地的 咱们先不说官员嘛 官员他确实他在城里他没看到 我就是起码说明当地的村民 对这熟视无睹了 他就觉得我抱的也没用 因为周围的一个事件又一个事件 表明 我去告了也没有 大家都和他已经都都学会相处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过去咱们这个讲历史上的有些暴君 不是有一句历史课本上有句著名的话吗 就是一些荒音无道的 就是说在我死后 哪管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想 这个在你死前 你活着的时候 有一种对终极结果的置若网文 就是我那天还跟我们团队的人开会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 我说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谁能当领导 就是你谁能干干大事 我就说 有一个词叫工具理性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他是比如说 我只管给你打印这个材料 我呢 事于说你主持人有没有看见 那不是我的事情 或者说呢 我原来经常跟他们举个例子 我说你比如说 包括一个剪辑师 你在进行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终极这个节目 终极跟观众见面的时候 观众看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甚至还给他们举例子 我说你比如香港有些个剪辑师 当年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 董建华讲话 他就在这讲 他说我师父跟我讲啊 30秒 一个人 一个人大头 一个人讲话 30秒观众就不耐烦了 30秒我就要差点别的画面 港口什么的 就要活泼 我说你看 这就是那种工具理性 就是你不管这个终极的大举感 我说 他是董建华讲话 而且还有一个 他讲的精彩不精彩 这都影响到观众的观感 不是说你就可以 教条的30秒一律插画面 对吧 我就说很多 你们这些人要想干大事 将来当领导的 就是在做你自己手头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你这个工作在终极效果上如何 我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 很多治理 我都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像这个孙连城这种 干了吗 干了 就是我 我的责人进到了 对吧 我找人治 治屋了 但是那个水啊 它还是脏的 你看不见吗 那跟我 那是下一个环节的问题 你觉得是不是很多人 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 就是政府权力运行体系的 正常现象啊 我不为结果负责 因为这个东西是治不好的 因为我要治几十年 所以他只负责我这几年 我只对这几年负责 我要顺利的 把这个壶交给我的下一任 对 顺利交班是最好的 对 你知道我倒在这个事上想什么 我想啊 我宁愿中国人多有点信仰 哎 我我我怕我来世有报应 所以我不能排这个事 我宁愿想 我说如果有这样想法人多一些 他可能也少做点缺德事 我是真的 我那天是回忆到这种程度来讲 主政这一方的人啊 他有来自民众的直接 他说你怎么不干事 我们要把你搞下去 选下去 我们就会去把这个事 结果给做完了 说我来给你汇报 对 那实际上没有这个 权力的来源吗 权力来源哪样吗 他也不对底下负责 都会来自民众的事 我来自民众的事 都会来自民众的事